近些年来 随着日本的经济发展缓慢 日本国内的岗位已经供不应求 许多刚刚毕业的日本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只能宅在家中 令世界各国唏嘘不已 然而令无数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日本年轻人就像商量好的一般 开始走出国门 去往塔国定居移民 而这其中 欧美首先被波及的最严重 许多欧洲国家的街头 一夜之间 便多出了许多日本人 被城市治安带来不便 许多外国网友也是十分费解 纷纷打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我国许多的沿海城市 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大量日本人在我国生活工作满房 仿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一般 一些铭记历史的网友十分生气 但又搞不清楚原因 而我国有两座城市竟然都成为了 此次日本年轻人大规模移民的首选地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座被日本年轻人定为首选目标的城市 究竟是哪两座城市呢 我们又是否应该接纳呢 在观看本期视频之前 麻烦各位观众老爷们给阿正点个关注点个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要说起为什么日本年轻人 如今不顾一切的也要移民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岛国如今的情况 众所周知 日本虽说是个所谓的发达国家 但是它的情况又与如今世界上许多的发达国家不同 首先从地理上来看 日本的地理位置十分的不利 日本本土主要由四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 分别是九州 四国 短州 北海岛 再上世纪中叶 二战结束后 日本的国力遭受重挫 由于其犯下的罪行 直到如今 也被世界许多国家所厌恶 可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战后的三十年 日本仅仅只靠一张嘴 便从老美那里得到了海量的援助 从原本一贫如洗的战败国 一跃而起 一度成为内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令许多文人知识摇头叹息 但是常言道 好人有好报 恶人自有恶人魔 果然岛国的嚣张把握并没有持续多久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随后的岛国想在高新领域上挑战挑战老美 结果背后这一把掌拍得倒地不起 直至今日 也没能恢复元气 这也就导致了如今岛国的经济仍然毫无起色 停步多年 时隔天 从而导致大量的日本年轻人远走高飞 续往他国发展 可以说 如今的下场便是当年不自量力所埋下的恶果 完全是旧有自取了 也令许多国人拍手叫好 但是我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随着日本如今大量的年轻人批量出国 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 世界各国将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会大量接纳日本年轻人 正是这一点 如今让许多国家头疼 大国还好 许多小国国内的社会资源 仅仅只够本国国民使用 忽然一下多出来这么多外国人 令这些小国难以接受 例如卢森堡 比利时等 都成为了此次岛国年轻人移民的最大受害者 并且 近些年来 岛国老龄化速度开始加快 越来越多的老人出现在日本街头 他们在日本生活成本太高 很想移民到外国去生活 而我国也就成为了这些老年人的首选之地 众所周知 中日两国是几千年以来的邻国 在历史的长河中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古代日本都不断地派遣 例如浅堂时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 但是在近代之时 日本大量学习到了西方的工业成果 进而忘了曾经的好兄弟 悍然对我国发动了长大14年的战争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华夏大地的万千百姓带去了数不尽的灾难 让无数人流离失措 家破人亡 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忘记这一段历史给国人带来的伤痛 这道伤疤仿佛刻在了民族的血肉里 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而如今的日本年轻人仿佛对这段战争已经忘却了一半 仍然觉得我们会接纳他们 而我国的两座城市也成为了他们的首选之地 这第一座城市就是我国广州市 众所周知 广州是我国南方一座多元文化的大都市 同时 广州的外国人数量也是全国名列前茅的 许多欧洲各个国家的社会经营来到广州生活工作 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的黑人在广州居住 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别样的韵味 所以说 这里也成为了日本人移民目标的首选地 很多日本人希望移民到广州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广州的外国人多 他们来到了这里后 能快速地融入到广州这个大家庭中 在大街上也不会被人盯着看 能过一些正常的生活 其次广州的生活条件很好 广州是我国的一间城市 无论是在高新科技还是在生活水平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完美 所以日本人钟情于这里也不奇怪了 这第二座被日本人钟情的城市便是山东青岛 青岛虽然不像广州那么繁华 但是青岛的生活水平同样不差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 青岛的居民们常年与外国人打交道 见过的日本人不在少数 所以说这些日本年轻人也觉得这里十分适合自己移民 能更快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在日本人眼里 中国是一个好客的国家 中国人很善良 所以这也是他们选择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 所以他们对广州和青岛有不同的感情 我国经济腾飞后后 广州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建筑 使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城市 许多外国企业来广州投资建厂 无疑形成了广州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而许多的网友纷纷对次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许多人表示不欢迎也不接受 因为从内心就不能接受 而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接受或者是适量地接受 因为更多的外国人来话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那么您会接受吗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发表您的意见 你们的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给阿正这个原创作者点个关注点个赞 阿正在此谢谢各位观众老爷们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